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迅的林辉金一能静的陆小曼 聚集两岸三地的明星 一部《人间四月天》在我们面前许许展开开篇 从刘若英扮演的张又仪开始 彼时的张又仪已进入暮年定居在国外故事 随着她的回忆许许展开黄泪穿着西装 戴着圆框眼镜 戴着儒雅和书卷戏和我们看到的徐志摩的照片 真的有几分相似 周迅的林辉金轻力婉约带着一股柔美 刘若英的张又仪 沉稳而坚强阴能静的陆小曼 娇灭几人的角色扮演栩栩如生 四人的爱恨纠缠 让人为之叹息和林辉因陆小曼的鼎鼎大名相比 张又仪也许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但是刘若英扮演的张又仪 确实这几个角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她将张又仪的无奈与坚强演绎的淋漓 尽致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徐志摩向张又仪要求离婚时 让张又仪给她自由时张又仪哭着呐喊 你现在像一个没有自由的女人要自由 一句呐喊道见了她的无奈 如果可以选择 她可能也不会和这个男人结为夫妻 让她独自在一厢生活 自己学着坚强面临四子的离开 这个男人对所有人有情却对她无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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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